现如今的汽车市场竞争日益增大 各大厂商已纷纷使出看家本领来增加销量 有的车卖点在于外观 有的则在于性能 而有的却在于品牌 但有这么一款车 它属于那种机好看又好开 品牌也很有名 但销量却总是不高的车型 它就是第五代楼兰 在外观上 第五代楼兰相比于汉兰达 万道等车型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远远看去圆润的线条 使得其车身显得比较厚重 并且车身的线条感比较明显 悬浮式的车顶 以及车身的镀刻装饰条 都误不使它看起来更加时尚 内饰的设计显得有些中规中矩 有黑白两种内饰颜色可供选择 同样都搭配银色装饰条 看起来有些商务的感觉 装控台处搭载的是一块 7英寸的液晶操作屏 在仪表盘中间也搭配了 一块同样大小的液晶显示屏 方向盘处是真皮的设计 整体感觉比较舒适 动力性能方面 第五代楼兰的排量为2.5L 不过有普通版和机械增压 混动两个版本可供选择 传动方面匹配的是CVT无极变速箱 虽然开起来比较平稳舒适 但动力明显有些不足 其实楼兰其他都比较突出 唯独动力是最大的败笔 这也使得消费者对楼兰这款车型 并不买账 这也是楼兰虽然好看 好开 但却一直不好卖的重要原因 车友们如何看待这款车呢